南辖斩兴飞,在太师府抓住个老道,名字叫刑击,精神性这才闹清楚,包的人的病啊,就是被他害的。 原来这个老道,是下五门的一个小头领,这下五门是什么呢?也是练武术的门户,这五个门,是莲花门,黑虎门,铁豹门等等,这刑击就是黑虎门的。 他们这个门户,专门坑人啊,只要你给我钱,花钱雇我,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。 他就是被太师庞吉花钱雇来的,老庞吉向他许乐院,只要你把包黑子给我整死,我赏给你白银一万两。 往后有困难,你只管提,我是尽量帮忙。 在旧社会有那么句话,有钱能使鬼推磨,这小子光看上钱了,才答应庞吉的要求。 利用包的人祝贺的机会,他满身有武术啊,这才夜入开封府,但是他不敢公然行刺,使了一种毒药。 这种药啊,这种药啊,叫七天锁命反。 这蛮像一股烟一样,要吹出去,谁要闻上,七天是尊所。 但是他当着旁吉,没这么说,他说他会掐决念咒,会做法,无非是想多骗俩钱,显示他不寻常。 南侠这一审讯,他如实地说出来,展熊飞是又喜又气,喜之喜,把事情弄清楚了,气之气,这出家人太可恨,庞吉太不是东西。 这南侠一想,死人嘴里无有招队,我得抓个活的,到时候人证物证,把事情弄清楚了。 打定主意,他把这行急的嘴堵上,把他捆好了,往尖头上一背,是回到开封府。 张龙赵虎,王朝马汉,各位勇士,一看赞了也回来了,怎么还带着个老道伙似的,怎么回事儿,众人不清楚,展熊飞就把前后的经过讲了一面,赞虎气了,赞的行急光光就踢了几脚。 赞虎,展显说别打了,留着他还有用,还得让他给包的人治病,他害的还得经他手指。 原来啊,他害完人,他身上有解药,行急巴不得立功啊,这才把解药取出来,给包的人服下。 你看包的人,那病挺凶,其实是受了毒了,只要给成解药,立竿见影,当时就见好。 也就是一天的功夫,包的人睁开眼睛,这才明白过来。 一看展熊飞,站在床前,包的人不知道这怎么回事儿,经赞虎一介绍,这才恍然大悟。 对展熊飞,千万谢。 南侠呢,就把经过讲了一遍,包的人冲冲大怒,带着病升堂,审讯着老道行急。 行急到了现在,就得有什么说什么,把自己做过的坏事儿,也如实地供出来,把庞吉也给咬出来了。 包的人,包的人让他化了共,一想这么大的事情,不能掩瞒,马上修好本章,奏命当今天主。 自己人总,听说包爱情好了,非常高兴,见着包的人的本账,人总是大吃了一惊,贵了。 没想到我这老岳父居然能干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儿来,你真是活腻了,因为这件事闹得太大。 皇上想包皮庞吉也包皮不了,几天以后,生作早朝,文武百官全都到齐了。 包的人上殿,说明了以往的经过。 皇上马上传职,把这庞吉选上八宝金殿。 这老庞吉啊,吃都坏了,那刑集没了,在自己的后花园,还发现一具尸体,不知道这是谁干的。 他一想这件事儿要传扬出去,我命西无义啊,急着他,好像热锅上的蚂蚁。 过了一天,评说包的人好了,这风就传到他耳朵里了。 他正在着急的时候,皇上升殿,把他选去。 老庞吉心里头有鬼,吓得是抖翼而战,撩一副跪倒在金鸳之下。 醉成残剑,万万岁。 登! 庞吉,你做的好事。 你用什么办法,请了什么人? 怎样陷害我呢?包爱情,还不如实地讲来。 老庞吉支支吾吾,还不想如实地说。 最后有刑集的口供,他才被迫承认。 文武百官一体。 真不是东西。 这庞吉胆子太大,这颗够劲。 皇上听明白了,把龙胆一拍,来嘞,把他拉到武门问斩。 把庞吉一推出去,他手下有死党啊,这几十个大奸臣一商议,咱得求情保本啊。 胡拉超杞费,万岁。 万岁开恩,万岁刀下留情。 老太师,虽然死有预估身犯了死罪,怎奈他年老了,一时的糊涂。 痛子心切,跟包的人结了仇。 这才干出这种坏事儿来。 他是三朝的元老,为国家能有功劳,也有苦劳。 万万岁开恩财士。 皇上啊,就到了现在,恨庞吉是恨,也不想把他杀了。 那么杀他,是为了自己脸上好看,那意思我这皇上没有寻思。 众人这一求情,赐的人宗这台将旨,将庞吉推回来,死罪饶过,活罪不免,将他的官职是一路到底贬家为民。 成了老百姓,就这样,庞吉也是千恩万谢。 把帽子一摘一服一脱,回太师府了,打这儿以后,就成了老百姓。 说这种人呢,将来不会承认错。 庞吉,又恨包的人,又恨刑机。 心里说话,别看我成了老百姓,我的实力有存。 包黑子,你挡住我的。 只要我有三寸气在,非给我儿子报仇不可。 到了后文书,庞吉勾串宁下锅, 搅闹东京便良,又刺杀皇上, 又攻打开封府。 有一段书叫百寇闹东京, 就在他身上演出来。 这是后话,胆怯不提。 单表四地人组。 从包的人告状的公寺里头, 得知有个叫展兄妃的。 所以原来呢,这展兄妃还帮着到陈州放过粮。 皇上的艳相挺深, 他就问包的人, 包爱情, 若没有这个展兄妃, 你就被人陷害了。 那么展兄妃现在何处? 吾皇万岁, 那展昭现在沉得开封府。 哦! 包爱情, 据你这么一说, 他是个侠客, 身有绝意啊, 那么他上房就不用梯子吗? 包的人一听好学没乐了, 上房还背个梯子, 那叫侠客吗? 马上回答万岁, 此人身有绝意, 有穿高奔乃的本领, 用不着梯子。 好, 如此说来, 枕倒想见他一面, 你告诉那展昭, 明日赶本八宝金殿, 祭恩! 人中袍就一走, 退了殿, 包的人恢复, 先把这刑击处死, 他是罪有应得, 但不必说了。 然后呢, 包的人把展昭叫到书房, 跟展兄弟就说, 你啊, 该走运了, 皇上要见你, 有道是, 学会文武艺, 货卖地方家, 有缸得使他那儿上, 该露脸的时候, 就得露一露。 皇上要见你, 也可能要看看你的武艺如何, 你可千万要好好练一练, 展昭点头。 当日晚间, 公孙策交给他眼里, 眼里干什么, 那见皇上能随便见吗? 怎么说话, 站到什么地方, 怎么磕头, 怎么朝外, 那是有一定尺寸的。 南霞多聪明啊, 一点就臭, 时间不大就学会了。 到了四日天明, 包的人上朝, 宰兄妃也跟着, 先到朝房后旨, 时间不大, 金钟三声响, 玉鼓六声吹, 人宗声作宝调。 包的人上殿一回奏, 说臣把这展昭带来, 人宗大吉, 马上将日, 让展昭上殿。 有个小太监来到下面, 高声喊吓, 奉天成运皇帝昭月, 展兄妃上殿啊! 再看南霞, 更衣襟斗抛斧, 卖大步来到金爵之下, 倒声下来。 罪名斩昭, 斩凶妃, 参见陛下, 万岁, 万万岁。 四地人宗守福龙树岸, 探身望下关销。 他一看, 真是愚重不同。 南霞头顶的是扎金, 身披剑袖, 外照殷胸肠。 小伙子面白如玉, 衣表的人才。 皇上是越看越爱看。 下面跪的, 是斩兄妃吗? 正是罪民。 哈哈哈哈哈哈, 斩兄妃啊, 听说你是个侠客, 除霍罢案两匹天行报, 又帮着我那包外厅, 到陈州放凉, 履历战功。 这一次, 又为国出监, 救了我那包亲家。 你真不愧是个侠义啊。 朕打算问你一问, 你跟谁学的能为? 回陛下, 罪民自幼爱无你。 我曾经跟西洋剑客下语期, 学过五年。 哦, 这下语期, 不用问, 也是位武林高手了。 是。 嗯, 斩兄妃, 朕打算开开眼, 看看你的武艺如何, 罪民遵旨。 来呀, 百驾月五楼。 那爸爸今天能练武吗? 到了御花园月五楼, 这个地方地势宽敞, 楼高两层, 仁宗到了二楼上, 往中间一座, 百官左右相配。 手扒着栏杆往下看, 非常得眼啊。 南侠呢, 就在楼下, 把长大的衣服款掉了, 包的人告诉他, 斩重飞, 你可得好好练练, 是, 我记住了。 南侠想我练什么呢? 哎, 先练一趟拳脚吧。 南侠就练了一趟, 武祖点血拳。 这是老展翼的决意啊, 在武林之中, 也是罕见的。 斩兄妃在这方面, 真是下过功夫, 再看他望下击塌腰, 走行门, 迈过步。 轮开双臂, 望下一杀针, 啪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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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越练越快, 跟那仿车轮差不多少。 就见他, 身如蛇形, 腿如钻, 全此流行, 掩死练, 猫村, 狗闪, 吐滚阴帆, 侯尚树湖湖灯山, 盲翻身龙探导, 望上一纵, 一两丈高, 望下一落, 声息皆武, 前传后梦, 把个仁宗皇帝看得是眼花缭烂, 要说仁宗对武术是一窍不通, 他就是看着练得这么挺热闹的, 仁宗看着看着, 高了性感, 是鼓掌喝彩, 是鼓掌喝彩, 好, 好, 文武百官在两旁一听, 赶紧也得叫好, 要不怎么叫流须捧盛, 皇上叫好, 你敢不叫好呢, 不管懂也罢, 不懂也罢, 好, 好, 其实也真好, 南侠练完了, 一收招, 气不长出, 面不耕色, 稍微的歇了那么一会儿, 第二次又把宝剑拽出来, 展南侠练了一趟八仙剑, 但见剑风缭绕, 光滑琢磨, 一开始一朝一世, 还看得挺清楚, 什么冲天一炷香, 摆好指路, 童子拜佛, 向子提拦, 等后来越练越快, 光见见光, 不见人了, 仁宗一看更高兴了, 二次武掌喝彩, 南侠练完了八仙剑, 收招定士, 喝了口水, 又练了练自个儿的决意, 修剑, 南侠也会打暗器, 不过平常他不使用, 怕人家说暗箭伤人, 这玩意不光彩, 但是今天例外, 为了在岳舞楼比武, 歇议, 哪能不练练呢, 命人准备了几只蜡烛, 把蜡烛都点燃了, 在三十步以外, 展凶飞把绣剑掏出来, 说了成招, 啪啪啪, 把蜡烛头全给打掉, 仁宗一看, 这真是决意, 又再次喝采, 咱们书说简短, 展南侠在岳舞楼前, 献了三绝六桥, 三绝就是拳脚宝剑绣剑, 六桥就是刚才咱们说的武术, 猫村狗闪吐滚英帆侯尚树胡登山, 皇上大喜呀, 跟包的人说, 包爱卿, 我看这展凶飞, 他不是一般的人, 扑四镇宫中的羽猫, 那意思, 就说展凶飞, 这身子可太快, 他哪是人, 就像皇宫里头养那个羽猫那么快, 这句话, 可好了, 包的人赶紧跪倒, 替展凶飞谢恩, 皇上一愣, 说包爱卿你因何谢恩, 还要五皇万岁, 您家封展昭为玉猫, 我替他谢恩, 在那封建社会, 皇上说话, 那还了得吗, 说像猫就是猫, 说像狗就是狗, 不管什么, 那都是无上的荣光, 皇上大喜, 把展凶飞换到面前, 恩赐玉猫的绰号, 打热以后, 展凶飞的玉猫两字, 就传遍全国, 名扬天下, 四里仁宗大喜, 亲口加封, 展凶飞为四平带刀, 玉前的护卫, 在开封府效力当台, 马上就更换朝府, 另外仁宗传指, 光禄寺大台艳艳, 给展昭贺宫, 另外冒叉公花, 狮子裴红, 要夸官三人, 南侠这个脸, 就露到天上去, 那光禄寺是什么地方, 那是开国宴的地方, 为了展凶飞, 皇上还出席了, 这次盛大的宴会, 百官都参加了, 等吃完饭以后, 南侠展凶飞, 冒叉公花, 狮子裴红, 骑着柏龙马, 前面有人敲呼长号, 在东京的街头夸关, 这东京城整个洪阳洞, 万人空巷都出来看热闹, 我这小伙是谁, 展凶飞, 又叫展昭, 就是那南侠呀, 祸, 四平官, 可了不得, 皇上都请他吃饭, 这三天完事, 展凶飞又见包的人, 包的人一笑, 展昭, 你讲得怎样, 多谢包的人的提吧, 哎呀, 你我自己弟兄, 不必客气, 展凶飞, 眼珠一转时, 记上心来,